香港未來首富都買過百隻的藍醜NAT 發生什麼事? 原來就是早前鄭志剛 香港未來首富四大家族的第三代傳人 他買了過百隻的Azuki 也在Azuki的社區裏自爆他自己 在Azuki出名的章號叫做NAS Knight NAS最後的騎士 今天整個影片會介紹一下 究竟鄭志剛的背景,他自己如何作為四大家族的第三代傳人 為何那麼喜歡NFT,為何那麼喜歡Azuki Azuki有什麼魅力,還有什麼魅力 還有究竟他自己或新世界 之前已經參與過什麼NFT項目 搞過什麼元宇宙項目 還有這件事絕對不是一件小事 我想說有什麼影響和我個人的feedback 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鄭志剛是誰呢? 你說他是不是企業家呢?又不是 說他是不是首業家呢?又不是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創業家 自己也覺得自己是一個創業家 因為他很推崇的就是 藝、文、商、社、藝術、文化、商業和社會 這些價值在他共同構連 我覺得這件事也很表揚到 為何他會這麼進入Azuki 以及這麼想參與NFT的未來的發展 3.0的發展 首先他是鄭家純的兒子 鄭家純是誰呢? 鄭家純現在是鄭氏家族鄭宇彤的兒子 鄭宇彤是鄭志剛的爺爺 現在可以看看Henry Chan 鄭家純的身家是全香港排第三 全香港第三有錢的人 所以鄭志剛是第三大全香港有錢家族的兒子 有什麼品牌大家一定會聽過 包括了例如K10 What 大家一定會經常去 K10 What 包括了因為他自己是有新世界 新世界搭團 所以很多新世界的樓都是他們 新世界的商場 之前的新創建 新創建就是之前搭的巴士船 都是他們 甚至乎買珠寶的周大福 都是跟他們有關的事 很多的商場、酒店、Rosewood 全部都是Under新世界和鄭氏家族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版圖非常厲害 而且鄭志剛為何要這麼做 要說回他自己的讀書背景 他本身是哈佛大學畢業的 他是讀東亞研究文化學士 之後他再讀日本 他再去日本修讀一年藝術和文化 之後他再讀了一個美國設計學院的博士學位 所以你看到他是非常人民學科、藝術和日本文化 定位的一個富三代 非常厲害 之後他更加在Golmensec 在很多的銀行當投資 所以他是一個混合有藝術、文化的收養背景 再加上他有經濟、金融和投資的眼光和經驗 所以他是一個很適合在NFT、WebSign Ewing 作為一個第三代最有錢的人 可以加入NFT、推送NFT的最適合人選 他之前很帥氣地在他最後騎士的帳號裡面 很帥氣地畫開了他的面紗 本身在一個很帥氣的騎士裡面 很帥氣 然後他就說 他擔著雪卡 I am Adrian Zhang I am last night 就像I am Iron Man一樣 超型 非常驚喜 可以看看他自己在Azuki上拿了多少個帳號 這裡就是Azuki拿了101隻的Azuki 非常厲害,買了101隻 然後他就公開他自己 非常 intoAzuki的背景 為何Azuki這麼引人入性 或者令他喜歡呢? 其實因為早在NFT市場 2021年的時候 當大部份的NFT仍然是Pixel類型 仍然是一些猴子、動物 或者是跟媽媽、狗、狗有關係的時候 其實Azuki已經是非常創先行 他應該是全球第一隻 是做日系動漫風格的NFT 所以日系風格,動漫是全球都很喜歡 無論是外國人、香港人、亞洲人 都是非常喜歡動漫風格 而Azuki的確畫得很漂亮 畫公式政治 而Azuki上面的畫作 你不單止看到的是一些日本動漫風 它是一個中西文化的結合 為何謂中西文化結合? 你看到這隻NFT 它是當然有很重的日本華碼風元素 但是它也不缺很多西方的元素 例如它有一些搖滾的吉他 例如你見到它有耳機 甚至乎你見到下面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手握著螺旋軟 螺旋軟 但你見到它是戴著耳環 戴著電單車的jacket 你見到戴著cat帽 它的感覺是很搖滾、很細胞 都是很反叛 很有那種味覺反叛的文化 但同時用動漫的畫風去做創作 所以是一個中西文化的結合 那是原因 為何鄭子江也很into日本文化 所以也是會intoAzuki的原因之一 其實鄭子江除了投資Azuki之外 還有投資過很多NFT和Web3的項目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跟大家一次過高呼一下 包括Sea Ventures 是它個人back的一個 是它個人的一個Venture Capital Fund 你見到它有投資了什麼呢? 有投資了Castify Castify就是第一個可以做藍錶 藍錶logo的NFT的一個學 非常之有名 Matrixport做Crypto的 是Crypto交易所 另外是Artifact Artifact Studio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它是非常出名做虛擬波鞋 做虛擬波鞋做得非常出名 也跟Castify有密切關係的一間公司 所以也是它的投資之一 除了投資在VC的公司之外 其實它自己也有跟很多NFT做Crossover 包括這個很有名的星爺 星爺也有份玩的NFT 就是西班牙藝術家John Connana 推出的Mora系列 大家應該見過這個NFT 之前鄭子江也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NFT 因為他也非常支持 西班牙藝術家也在他自己的K11的Mucia的商場 也展出過很多很多不同的NFT系列 也是全香港第一個 首個在大商場展出的NFT exhibition 所以非常見到他自己和他的公司 特別是新世界K11的商場 都是很intu和擁抱一些新的NFT 甚至乎你看到其實他是很intu元宇宙 他也參與了對Sandbox 對香港的Sandbox Mega City建構 建構一個虛擬的文化中心 他也有自己的一塊地 自己本身也有投資Sandbox 投資Animal Cup Brands 非常intu Metaverse的發展 而在之前亦都在HSBC的建構上 展出他自己的NFT的Showcase 和在K11Mucia裏做很多Cross E Feature 你看到他自己的Mora的NFT 亦都展示在他的建構的外場上 所以他做很多NFT的教育 和Metaverse的教育工作對外 而另外就是在香港非常有名的本土project 狗激搞的Memesland Asian Chain亦都是他的Investor 所以你看到他非常活躍 在整個NFTWeb 3.0的界別裏面 最後就是想說鄭志剛願意出來支持NFT 支持Web3代表什麼呢? 我覺得有三大implication 三大好處 第一個就是將更大的家族 更大的公司會願意加入 因為大家知道新世界是四大家族之一 好明顯其他另外三個世界 包括例如李一誠 李兆基等等 其實他們的家族 這些年輕人可能都很intoNFT 但他們又不敢參與 或者沒有走得那麼前 這次鄭志剛這麼願意走出面支持 也會令其他大家族大公司 會願意對NFT刮目相看 第二個implication和好處呢? 我覺得更多的大公司是下一代 例如第二代、第三代、年輕一點 三十多、四十歲、四十多歲 這一代人 他們會更願意 除了用公司名義去支持 因為Agent Jen之前一直都在用公司名義去支持 用公司名義去投資 用Venture Capital形式去投資 自己的商場去做NFT的展覽 但是他這次用個人名義開名 跟大家說我買了一百零一隻 也是開名個人名義去做很多支持 Web Free的項目 我想會令到更多的有影響力的人 他們會更加願意用個人名義去Personally Docs和支持 這絕對是好事的對整個行業 第三就是更加令到很多人都會撇除 NFT是scan 你心想很多人都說NFT是scan 但是連香港最有錢、香港未來首富 都走出來支持這個領域的時候 很難說這個是純泡沫 當然是一定有很多的 期望上的一定有調整 但是你絕對不可以說純泡沫 因為整件事就是 我覺得很支持或者很喜歡 scan的概念就是 藝文雙社、藝術、文化、商業和社會 是透過這四件事 去推動新的商業價值和商業模式 推動社會進步 而NFT是正正可以符合到 即是文化、藝術 而如何將這兩件事結合 然後推動到整個商業的價值、商業模式和社會進步 這就是相信未來會越來越多人 希望透過NFT和Web Free做到的事情 最後就是大家都知道 小弟出來創業 搞一個Web Free的consultancy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 無論你是大公司、小公司 你是startup也好 你是KOL也好 有自己的brand 或者你是個人也好 想去玩 加入NFT、元宇宙、Web 3.0的世界 需要任何人幫忙 不懂怎樣做 或者想和別人談 歡迎跟我談 歡迎在Google方面留下你的資料 我們希望可以一起努力在雄市當中 一起去做好 一起加入Web Free的世界 渡aid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